这台设备工作的时候是不需要用电子 我们只需要一张气 这个气接的时候呢 只需要紧压着这个颜色的阀门 把它给按压下去 然后把这个气管给插进去 松开几块 这样就对电子用了 左侧的这个气管是控制到左边的三个气缸 右边呢是控制右边的三个气缸 双侧的气缸是通过气压 然后转接木板 使木板进行双侧结石 上方的这个两个是通过下压 把木板给压紧 应免挤压过程后 木板进行上翘 这台机器的作用 其实就是我们制作风箱过程中 因为有的木板 它中间有很多包含 我们需要把它也省起点 会接着能类似于这么大小的 就是窄一点的木板 然后我们风箱的话 需要的木板是比较宽的 所以我们会事先通过开槽机 把这个木板给它切割成 涂凹槽 涂凹槽切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两个木板进行拼接 这台机器起到的一会儿这个作用 好 下面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木板拼接过程中 我们事先开好的 吞出来的这一面 我们会上面刷一层胶 这层胶刷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给平放到这里 一个凹槽 一个凸槽 然后相互对应 我们做一下示范 这种对应好之后呢 我们就这样把它整齐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开关 然后进行 机器呢就会进行 挤压 然后把这个木板进行拼接成功 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有两侧 我们事先可以把这一面就做好 做完之后 这一面可以不用升起来 然后去做这一面 等这一面做好之后 回到这边再把木板给拿下 可以让中间 起压过程中 让它的胶粘住 这台机器就为大家讲解